从刚刚那个朋友那边开出来以后 我们要到尔湾这里的一个朋友家里来 杭州人嘛 说是要给我们吃杭州菜 是吧 我们就从那边开过来 开过来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我们进入尔湾的这块区域了 说是这块区域好像新来的华人居住的特别多 路也挺宽的啊 环境真的还不错 我们到了朋友这里啊 这个就是尔湾 他们的一个社区 好嘞 我们到了以后啊 地道的杭州菜啊 酥鱼是吧 梅菜扣肉酱鸭 哦呦发财了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杭州菜吗 土豆牛肉是吧 土豆牛肉 我们去看看 这个就是主人 你好 我们来看看女主人 你看 真厉害 真厉害 还有糖醋排骨啊 好财了 牛肉是最喜欢吃糖醋排骨的 我太就是 小孩子男孩子 都喜欢吃糖醋排骨 对啊 我弟弟在这里 也住在这旁边 每次来我这里吃饭 就是永远都变得糖醋排骨 美国的这个纸真的很好啊 这个纸我上次在那里看到就跟无纺布一样的 它可以进水的 这个真的还蛮好 美国不用抹布的 他们没有插座布的是吧 不用插座布 美国说在你房子里摔倒了 对美国就是他有各种权利 所以他可以去告你 他说你的设施不好 导致我滑倒了 房东赔钱 如果赔到一定程度 他可以连这个房子都是你的了 他说你可不要了 所以说要买各种保险 来保上这种风险 他说万一怎么样了 万一怎么样了 这个保险卡不掉 接着他说 有的人就是专门做出租房的话 他说把这个出租房这个房产 不由个人来持有 而由一个公司来持有 公司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的 大不了我就把这个公司破产 就赔到头的会 就有个防火墙 在资产 控制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他们住这种 Airbnb啊什么 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坐在那里是吧 很多人住Airbnb 他会一个肯定会购买保险 第二个他可能会放一个 专门的一个 一个成立一个LLC 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来持 有公司的名义来做 对所以为什么 他宁可去交这个税 对那我还听说一个事情 就他们说在美国 如果你这个房子空着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人 住在里面 住多久以后 这个房子你就拿不回来了 他完全是拿不回来 他是这样 就是说譬如加州 加州是一个民主党的地方 就是说他很保障这种 叫做保护落者的权 所以他有各种很奇怪的法案 当然这个法案 也许在某一些地方 他说如果是有一些地方 他说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在你那里住了周遥时间以后 你可能不能够就是直接把他赶走了 他可能要通过一定程序 或者什么理由 或者什么才能赶到 然后这就变成了很牵扯的事情 所以就存在了这种情况 就有的人不搬走 你都赶不走他 就旷日持久的一个官司 等于说是 可能要去法院去申请驱逐令 然后法院去申请驱逐令的时候 他也许那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说我可能身体上面 有种什么不舒服 导致我现在不能搬打个比方家 这也可以 什么理由都可以 然后呈现的法官 法官说那么就缓一缓 打个比方家 所以他就变成了 各种可以去斟酌 去焦着的一种现象 所以说美国真的是怪 这个地方真的是怪 很多的权力 就好像那天我们在说的 好像一千美金以下的抢劫 不算犯法是吧 你说这种只有加州有 那你就会遇到什么 那你就变成鼓励犯罪了 对啊我们就在说嘛 抢你一千美金的时候 花你五块就好了 他就没事了呀 这个就不追究责任了 他当时是因为考虑 因为轻罪嘛 轻罪就是监狱都爆满了 问题一千美金不少了 对吧 对啊 在中国这算重了 一千美金是多少了 关键是他住掌犯罪 这个人就是住掌犯罪 他有可能伤害你的 那伤害嘛是伤害罪了 对吧 但是他会鼓励这种行为啊 鼓励这种行为就引发那个了 就是在这里 房子租给别人 你是不可以让他走的 他不交房租 你也不可以请他走 那么要怎么办 打官司只有 对啊 打官司又是旷日持久 对啊 拿都拿不回来 那么现在 还有在加州是 种大麻是合法的 很多人会租 你说那种边缘的地方 你觉得很便宜 那种还租金 这种很糟糕的 他们都把地方租来 在里面种大麻的 哦 但是他在这里算是合法的 合法的呀 就算是 种植算是合法的 非法 他如果就没有申请过 这种大麻的那个 种植的那个执照 那就是非法 还有执照 这个东西 他们警察会怎么样去 看这个事物大麻屋呢 用电 哦 查电费 电费 原来都是很正常的 比如200刀的电费 突然变成2000刀了 不正常了 他就会去开始观察你 对吧 他会去申请搜索令 但是没有 申请不到搜索令的时候 他也不能进来 关键里 有的时候 你说很偏远的地方 是没人知道的 谁也知道 对谁来管你啊 没有人留意 那么像这个地方的 治安究竟怎么样 耳湾是全美 最安全的 所以这里你介绍 随便逛都没问题 晚上经常11点多 才出去散步呢 而且公园里也经常有人 那么西洋 洛杉矶哪一块地方 属于是不太安全的 那个就是 低收入的地方 就那边 有中国人 有很多 那个小 那个上次 暴力的 那个区域就很差 抢劳力是不是 抢劳力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 只要是晚上 在狼矿 就在市中心 所谓的市中心 就在狼矿的城市 其实 哪一块算是中心 是好莱坞那一块吗 堵车的那一块 堵车那一块 就好莱坞那一块算嘛 就是那个好莱坞大道什么的 就是你要想 那个没有钱的 你说那些 那些流浪汉 他又不能跑到 到这前不着 窗户不着店 他怎么办 他讨东西都没有 他都会 讨论市中心 所以 美国所有买房贷 都是会买这软源的 就远离市中心 对 远离市中心 我们很少会 都在市中心 但是他交通也方便 这里是 开出高速 你想过去很快很快 对吧 他就是靠高速连起来 这边有吗 他们车也没有呀 车也没有 所以他就在那里带着 他怎么在那边 高架桥下面 什么啦 然后好像南加大那边 据说也不太安全 南加大那边 南加大也比较 你们现在走到街上去 看到那种流浪汉 怕不怕的 那不会 其实流浪汉 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 大部分没什么攻击性的 我觉得有攻击性的 他们按照 我们看那些报道来看 都是 譬如有一些有色人种 然后 他会跟踪你 他肯定已经观察你了 你开着豪车 你带着金表 然后 有预谋了 等于是 跟踪你到一个停车场 那些时候 下手了 就在你出车门 撤一下子 他啪 扑上来 他一掏枪 你肯定不动了 对 然后就问你 就是抢劫了 所以尽可能不要去反抗 不要去什么 不要反抗 不要反抗 保证人身安全 对 这是最重要 因为持枪 很多人都有持枪 所以你不知道 他来抢 你们有没有枪 对吧 他有枪的话 他在一冲动之下 有可能 对 有可能谁知道他怎么 所以还是配合 对吧 又没有死罪 在这里 这里没有死刑 洛杉矶也没有 加州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 美国怎么怎么样 美国其实 就分化非常大 所以美国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社会 有非常好 非常好的地方 也有非常差 非常差 对 所以光是拿洛杉矶 这块地方来说 也就是说 你有安全的区域 和不安全的区域 天堂跟地狱 都在这个地方 天堂跟地狱 就跟北京 在纽约一样 是吧 你爱他 你就送他去纽约 你要恨他 也送他去纽约 所以我们尽可能去找一个 肯定不要去找 房价最低的地方 对 那肯定的 对 房价是区别阶层的吗 对 就是也是说 他们这种房价高的 就高阶层的 那越来越安全 就相当于人的数字 什么也高 很低很廉价的地方 那可能亡命之徒都有 说不定 是吧 那些什么什么意义 什么什么意义 在美国这种话 还不能乱说的是吧 这种属于歧视 所谓的就是言论自由吧 中国和这里都 都跟国外 就是不自由的地方 不一样 明白了 你在中国有些东西 不能说 对 在这里也是有些东西 不能说 你说吧 我今天看了 我说肖安 你怎么视频上 我以为你显胖 我本来想人可能看到会瘦 但是我觉得 有点胖的 我还可以拍拍你小肚子 你在美国 你对美国人 你这样你完蛋了 那我这样 我可以去告你的了 对呀 我把你录下来 我那一段 我就能告你了 而且我碰了你的肚子 你就可以告我骚扰你的 女性骚扰 男性也可以算骚扰 是吧 刚才没有拍可惜了 真的是 应该拍下来 而且你可以说 我对你身材歧视 身材歧视都可以 对 那就这些 就是非常非常有力量 就是你就是属于一个 我就是属于一个 极其没有素描的人 那你在国内说 这个不是很正常 对对对 你胖了 你瘦了 你瘦了 最近 哎呀 你皮膚好了 什么了 他在这里是不能谈这些 不谈这些 在英国不就是讲吗 见面除了谈天气 其他不知道讲什么 他们谈天气 是因为没话可谈 只能谈天气 因为有很多的竞技 明白了 明白了 他们这个 无论是女娱 他都不能问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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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